哇一年比一年熱啊 也就是說這個系統承受了非常 低害的這個炎熱的 清洗啊 自然循環達到永續 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再次來到達永魚菜公升 今天要來拍支片子 展現一下我們台東這個太陽的威力 現在是正午的時候 氣溫大概差不多是33度到35度之間 那可想而知這樣子的溫度對我們的蔬菜還有系統 那個水溫啊 有絕對的影響了 因為系統的這個水溫提高太高 就會對於溶氧率會有影響 融氧率有影響 就對蔬菜的這個營養的吸收 也有影響 所以說我已經把這個 80%的蓮子拉上來了 那我也發現喔那個蔬菜 養分 提供也是不足 這個雙重打擊之下 青江菜 中女稍微有點 營養不良的狀況 那待會我就帶大家來看看 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大家看一下晴空萬里 晴空萬里 完全都是 藍藍的天啊 雲非常的少啊 你看我們台東地區 一到7月份的時候 還好今天有點風啊 否則 這個 氣溫更高啊 現在是正午喔 大概差不多都有34度左右喔 那這個溫室裡面喔 如果通風做得不好的話 甚至可以到38度喔 所以說 這個在熱 在熱天的時候 這個氣溫非常高喔 這兩邊的蓮子 都一定要拉上來喔 讓這個氣溫 做個調節喔 那原來我種了一批青江菜 是屬於耐熱型的嘛 那我想說它能夠到底能夠 耐熱到什麼程度啊 我發現喔 這個如果說你 在這個農場裡面沒有蓮子 來去降溫喔 它其實也是受不了的喔 其實不是因為菜的關係喔 我認為是不是菜的關係喔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 溫度太高 導致我的這個水溫 提高 我現在水溫都32度 左右 33度 蠻熱的啦 因為我的水床面積比較大 雖然是 我已經 雖然是我有那個 用這個 紙板 來做遮陽動作 但是這個 溫度實在是太高了 我已經把這個蓮子拉上去了 讓它溫度更降 降到如果能夠降到30 度 或者是29度 28度之間喔 就算OK啦 因為前 兩個禮拜 都沒有把蓮子拉上來 那我就是要來測試一下 我的這個 耐熱的 千江菜 到底能夠耐不了熱 耐得了熱 或者是 耐不了熱 實際上證明喔 我認為 不會 不是應該是 它不耐熱啦 是因為我的系統的關係啦 舌溫太高 導致那個 溶氧率下降 溶氧率上下降 這個 我的蔬菜本身就會長不好 另外還有加上 我的 這個 養分也降低了 水中的養分降低 那降低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我的魚被吃掉了 我前幾天喔 這一陣子我發現我種的菜 一樣的飼料 怎麼樣子去 這個 讓我的蔬菜 穩定成長 這都我都一定有一定的 這個 公式了 但我發現我還是一樣持續 走正常的方式來去提供養分 可是蔬菜還是有偏黃的狀況 那就代表說我的魚本身 這個 產出來的那個 阿摩尼亞 不夠啊 然後消化菌再轉換出 那個 硝川岩 給這個 蔬菜 量也不足 因為上個禮拜 我已經 這個把這個所有的 水質 做個檢測 才發現這個問題 那至於說 為什麼 會有這種情緒發生呢 後來我才發現了 我的夥伴跟我講說 他們有撈魚啊 他撈魚並沒有跟我講 因為我的魚都已經很 固定的一個 量在那裡 如果說你有把魚的數量降低的話 自然那個 魚所產生的養分 就不足以攻擊 我應該要需要 蔬菜的量了 他自然而然就會這樣子 菜的養分不夠 葉面就會偏黃 就長不大 另外就是還有一個就是 氣溫也太 溫度也太高了 夏季說實在的真的是 種蔬菜類都都很難傷腦筋的啦 那我已經把這個 那個 魚的數量 再補齊了 那 可能上個下個禮拜 那個魚就會到了 那把魚苗補齊 迎接 9月10月 未來這幾個月 要種的蔬菜的 這個 做個準備啦 那現在看得到我的這個新疆菜 都偏黃 也長不大 雖然是 已經種兩個禮拜了 實際上兩個禮拜的新疆菜 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據以往的經驗 有這種情形 第一個就是 過熱 第二個 就是 養分不足 那養分不足加過熱 我是雙重打擊之下 會讓這個蔬菜成為 這樣子的狀態 那我們從哪裡看得到呢 我把紙板拉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紙板 根系 有沒有 偏 偏 中 偏中色 然後有些根系發 發展也不是非常的好 偏中的代表水 水養了 水養不足 這個 根系 比較容易偏棕色的 偏棕色的 如果你氧氣夠的話 那個根系都會非常的健康 會比較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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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代表我的水溫真的是過高了 所以我把這個 蓮子都拉上來了 基本上 我讓它繼續長 讓它繼續長 然後蓮子拉上了 下個禮拜我再淨魚 再看看它能夠存活下來是有多少 這個夏季種這個清香菜 完全沒有遮陽 然後 也透過我這個系統 這樣子的實驗 不知道 這個 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我也不曉得啦 所以在前幾期的視頻 我有表示說 我也想要來嘗試看看 因為我也很好奇 它能不能長得很好 我也很好奇 這個 我們就後續 再來觀察它 另外呢 今天我有再遇了一批這個 空心菜 那這批空心菜 在上個禮拜 已經 撒在這個直床板上面 不是撒在 戒直 床上面 所以說 它慢慢在冒出來的芽 可是我發現這一次的 冒的芽 沒有像上一次的 這麼 這麼密集 它發芽 還是有一點 差別 不過 因為我這個種子是 去年的種子啦 所以說 未必 它的發芽率會很好啦 我上一次放的是 數量是非常多 多到我自己種都種不完 那我現在就是 種的量少一點 然後看看它這個 發芽出來的情形 是怎麼樣子 在判斷我是不是 要另外再買這個 空心菜的種子 來育 那這一邊 這一邊 其實我也有育苗 我是育辣椒的苗 不知道能不能正常的 發出來 我下了不少種子 因為這個種子也是 在我的冰箱裡 冰了 三四年有 三四年也有 不曉得 它能不能正常的發芽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因為我去年有 拍過我種過這個 辣椒的種子 在這個 戒指床上面 它長的情況都非常好 只是說 可能 時節不對 就 長出來 長大了以後就 它好像就 也不會結那個辣椒 辣椒的那個 花 我也不太曉得 因為我在這一方面 這個專業知識 並沒有這麼充足 反而在 葉菜類的 會比較充足一點 那這個 隔行如隔山嘛 對不對 可能有一些農夫 他一輩子可能就種 三四種蔬菜 甚至有些農夫 種稻子 他一輩子就種稻子 不要認為說 他種稻子 希望他能夠種 其他的蔬菜 能夠補足他的空窗期 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為你要了解一個植物的特性 每天 每個月 每季要種什麼 要給他什麼肥料 這都已經是固定的 他如果是改變其他的那個 跟作模式 他等於是要重新再來過 這個是比較 現實的問題 那我的 這個 西瓜 不要說西瓜 草莓也是 蠻 蠻不錯的 我的西瓜 到底我不曉得 這個樣子的 大小是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 能不能吃的 要怎麼樣去看這個西瓜 能不能吃 不知道有沒有那個 網友可以提供意見 我怕我把它摘下來 破開來 結果裡面是白色的 不是紅色的 不知道是要怎麼看 如果有網友 熱心的網友能了解這一塊 就提供一些意見給我 那我在破這個西瓜的時候 找一些朋友來 我們再拍一支片子給大家看 那個西瓜是蠻大顆的 這總共三 將近一個月 那這一顆 將近差不多是 我看 差不多三個禮拜 這一顆跟那顆長的就不太一樣 前面有點小葫蘆形的 是蠻有趣的 那現在呢 因為我已經買了新的 漁苗來 那下個禮拜三就會到 待會呢 我就會先營造 要準備迎接他的環境 那 等他一到的時候 就不能馬上放 那如果說時間許可的話 我還會再拍一支片子給大家 看一下我放魚的狀況 啊這個 這個 雖然是 魚被吃掉 這沒有關係嘛 反正其實魚菜共生 的 這個最終目的就是 魚也可以收成 菜也可以收成 當你在收成魚的時候 自己吃魚 又安心又健康 完全無毒 無農藥 沒有抗生素 這些東西 魚非常的好 如果你水質顧得好 魚自然就會健康 那水質要很好 就要靠我們的 蔬菜來去吸收掉 對魚有毒害的一些 啊 物質 就讓 魚幫 就讓蔬菜 蔬菜幫 魚進化水質 那魚的排泄物 帶給 這個蔬菜營養 這就是魚菜共生的宗旨 希望大家 能夠了解 今天的視頻就 拍到這邊了 那下個禮拜呢 如果可以的話 是不是就 禮拜三 或禮拜幾 我就拍一段短短視頻 那個魚來的時候 來放魚 甚至喔 如果說 魚的成長情形不錯 我再那個 把大魚再撈出來 順便放兩小魚 那這個 種植蔬菜的面積 要再縮小 因為 魚小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